去吃狐飞 它这里的午餐呢就是有海鲜 中午的话它是有虾跟一些贝壳类的东西 然后如果是来吃晚餐的话呢 它是会有龙虾跟蟹腿 但是中午很可惜 中午的价钱是没有包括龙虾跟蟹腿 哇塞 甜蝦爱好者 对拿一个两个这样 就一个每个人吃一个就好了 好小哦一口碑 它这里的午餐呢就是海鲜的部分比较少 因为晚上的话海鲜的部分比较多 然后可是中午它会有sashimi 有kuna跟soume 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甜品的部分它们有那种羊肉糕 然后五连六色的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这个应该是那种中餐辣椒 有闻到了那个麻辣的味道 麻辣鱼 麻辣fish 拿两个好像也尝一下 一片牛肉一片彩椒 这个是steam hot ribs 排骨 我不要拿吧 对 不要菜 帮我拿多一点辣椒 蟹兰花 这个是 这个是 小鱼 原来像白杆鸡 这是 stir-fried tiger prawn 来吃一片这个chew嘛 这是我平常不敢吃chew嘛 因为觉得可能感觉很新凉 嗯?不会啊 你会觉得很新吗? 很好,但是我比较喜欢吃方便 因为chew na的口感比较没有这么油油的味道 因为方便比较像肥肉 对 嗯,给你给你 超约一个大虾 你看,它这个要这样的 嗯 它这个虾很鲜鲜,我喜欢 我超喜欢吃虾的 你喜欢剥虾吗? 呃,我不介意 你是虾头吗? 我不会吃虾头,我不喜欢 嗯 因为 我小的时候 我刚才叫我吃虾头 就我每次吃虾的时候都会吃虾头 然后呢 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 他去吃虾头 因为我不知道虾头要怎么吃 所以每次 就是如果像我在外面吃的话 虾头我就会丢掉 就是吃一下脑浆 吸吗? 对啊,就吸 就把脑浆裂部品吸出来 我帮你剥 好,因为我的手艺一张 打工 嗯 很新鲜 甜血虾 以前我在poly的时候 嗯 因为那时候没什么钱 然后打工 然后就很喜欢吃虾头 因为就觉得扑菲品种多 然后价钱没有特别贵 然后那时候就是 在boogie street那边 不是有一条街 火锅街吗? 那个就是我们以前poly 经常去约的一条街 就是吃那十九块九的扑菲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没有了 现在 现在的扑菲如果十九块九 它的那个扑菲就非常差 嗯 而且现在赶有钱了 工作了 嗯 这个干杯感觉 没什么味道 对,干杯就很像那种冰冻的 很有特色 清口不错 可是我只会吃一个 还是虾比较好吃 好香啊 我可以闻到那个很重的排骨味 应该是熬了挺久 一碗清汤啥都没有 哇 这个汤熬的好入味 不错 蛮好喝的 嗯 鸡汤也蛮好喝的 接下来吃我们已经凉掉了热菜 哈哈 已经凉掉了热菜 你放在这边 凉掉了冬饱虾 还不错 嗯 冬饱虾还可以 嗯 嗯 然后她说这是麻辣鱼 嗯 叫汤 OK 一点都不辣 但是刚才其实闻的那个味道还蛮香的 有麻辣香菇的味道 嗯 吃块它的牛肉 我感觉它的那个中餐热菜就是很像中式煮炒餐厅的那个味道 菜饭吗 不是菜饭 就是那种餐厅的热菜 中式热菜的味道 没有那种广东菜馆 粤菜的那种感觉 嗯 那是什么cake 瑞标们 除了那个蓝 除了这个其他都可以 哈哈 一小块都可以了 不然我的手都在挂 OK 这里面其实已经有块了 叫啦 最喜欢吃的cheese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cheese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很喜欢吃cheese 我也很喜欢吃cheese 但是我只有在吃不非可爱吃cheese 因为平常在家里没有这么高雅的爱好 因为他们不是说吃cheese要配红酒吗 红酒 然后那个 白酒 红酒 还有那个叫什么 沙拉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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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拉咪是那种生的 薄腿对吗 对 薄肉 我们在家里不会有这么高雅的爱好 通常都想喝啤酒 我们在家里有这么吃 对 就是买一份小份的 因为现在超市你可以买到的小份 沙拉咪 不只沙拉咪 有吃的沙特买的吃 这个好干吗 这个没有 这还行 可以果干 这个汤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吃 但是它很像牛奶的味道 其实很好吃哦 你吃大片的 这是干鲜 你这样做美食节目 容易显得没有文化 干鲜挺好吃 它比较有味道 来一个 Apricot 我喜欢那个 它不只有水果 它是有果仁在里面 嗯 真好吃 它很甜甜的味道 拿两个蛋糕 一个是瑞标格 一个是 Blue 皮 蓝色的那个花 的汁做成的蛋糕 然后底下是 嗯 摩拉咖 Brown sugar 好吃吗 可以 一口就够了 嗯 非常的好吃 哈哈哈哈 光弹 诶 这条什么都有耶 ok可以了 你要有水吗 哦 要 一点 不然那个冰没有味道 才 ok 好 我们的last round 是 水果碗 加了一点fruit cocktail 跟ice cancha的ice 还有watermelon 所以我们吃了三轮 第一轮是冷潭 第二轮 应该算是热的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甜品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甜品 吃瓜好甜 嗯 冰好冰 我们刚刚吃完了 猜多少钱两个人 登登登 哈哈哈哈 两个人70 所以我们一个人才花了35块钱 诶 因为它这最近有one for one的 Buffet promotion 中午跟晚上都有 那中午的话 它是说58++ 那加到完的话 就是70块钱 两个人的话70块钱 真的非常划算 然后它又有海鲜 然后还有那种中式的炒菜 甜品的样式也挺多的 然后还有一些面包什么 反正有一些东西 我们根本都没有肚子吃 嗯 所以就觉得还蛮推荐的 不错 拜拜